觀眾朋友晚安 來關心天氣狀況了 下午你有沒有被雨給淋到呢 確實好多地方都下暴雨了 就是這午後雷這雨真的下得滿大的 我們來看後頭及時影像 這個是大稻埕碼頭 雨過天晴你可以看得到現在有夕陽 那在溫度方面今天最高溫在哪裡呢 一個是在台北信義36.7度 這個地方已經好幾天榜上有名了 另外一個南台灣的屏東三地門36.3度 這個雨還會繼續下嗎 其實晚上來講會偏乾燥了 不過六日兩天要有雨天備暗 因為各地的山區還是有午後雷震雨 那北部地區跟今天比起來 明天雨沒這麼多 可是中南部地區跟今天比起來 明天雨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提醒了 有可能會有局部的大雨產生 而且六日兩天都會下雨的 星期一甚至水氣又是更增加 所以外處記得帶傘 那紫外線的話呢 帶個傘也可以防一下 因為包括了在東半部 花蓮跟台東都有機會來到危險等級 那西半部地區也有過量等級的紫外線 那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東地區先來看 你看北部地區明天高溫有到36度 真的滿熱的 東半部是在31到32度之間 那另外呢 中南部地區除了這幾天水氣比較多以外 可是溫度也是滿高的 你看到六日的話呢 高溫都是有34到35度 未來這一週也都是有31到33度左右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